要做的是這段 這段呢我們開始要用Mocha Mocha其實它有專業版 那到2019的Mocha其實界面改太多了 我還不太會用 那我們現在這個是2018 2019的Premier Media Encoder 還有像是After Effects 如果在PC上要用Windows 10的 比較後面的新版本才行 如果你用Win 8、Win 7都完全沒辦法用 然後它的Mocha完全 我覺得改很多所以 有點頭大 那這邊呢我們現在看就是在 這裡呢我們要把那個剛剛做好的 素材剛剛會進來以後呢 要做Tracking 那做Tracking的話 應該是Animation Track in Mocha AE 它其實有獨立的專業版 但是我覺得這個版本也算好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講義這邊都有標 先點這裡然後再選Animation Track in Mocha AE 再來呢我們的邏輯都一樣 就第一個先使用鋼筆工具去畫 你要Tracking的東西 然後替你的Tracker Tracking是追蹤嘛 那我們這邊就是畫它的那個Tracker的名稱 就是Window 1、Window 2 然後可能這是Front Window 做一樣的事情 就這樣子 所以大概就有三個Tracker OK所以你看Window 1、Window 2 Window 2、Window... 就Promed Window 那這邊呢 Regist Later 要不要Configure 當然是No 再來是Start 再來OK 就很囉嗦啦 這個 再來就是我們切到這個鋼筆工具去畫 畫這個Tracker不用畫得太... 太拼喔 就隨便畫畫就好 因為這個其實大概怎麼畫都追得到 對 因為這個Tracking的這個軟體 算是很厲害很厲害的一個軟體 不過當你影片拍太爛他還是追不到啦 對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Window... 什麼樣的Tracking會有問題 就是像有反射有折射那種都比較容易出問題喔 或者是畫面會閃爍啊 那個都會比較容易有問題 再啟動鋼筆工具再畫第二個Tracker OK 這邊呢 Double Click 再來是... 右鍵結束 這邊應該是FromWindow 欸我是不是打錯字了 我們打Widow了 Widow Widow OK 所以我們這邊呢就是在 這幾個Tracker都弄完以後 我們開始做Tracking 這邊有個TrackForWord 基本上這四個按鈕呢 大概所有的追蹤都差不多 一個是向右追蹤到底 向右追蹤一個 向左追蹤到... 最終一格 向左追蹤到底 就永遠都是這樣子 那追蹤完以後呢 我們要去輸出各個Tracker的... 的資訊喔 我們看喔 這邊回到Mocha 回到Mocha以後呢 我們去檢查一下 CTI是不是在最前面 然後做一個TrackForWord 其實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它黏得都很緊 就是它追得非常的好 所以追的時候 盡量就是要對比反差高喔 對比要反差高一點 我們就等它跑完吧 不然這個影片把它切成好幾個...好幾個片段去錄其實也不太好 那這個Mocha如果你有那個獨立版的話 它可以把Tracking的資料丟到FTAG FACE之外 也可以丟到像Fusion Nuke那類的合成軟體喔 好...我們快要追完了 追完了追完了 這邊呢第一個 這個Export Checking Data 這邊呢會有幾個選項喔 我們應該是要選哪一個呢 應該我猜是這個吧 Position, Scale, Rotation OK 所以這邊呢 Copy to Clipboard 再來呢 我們其實看起來講義好了 就是最後一個選項 然後再來是 到FTAG FACE開一個NoObject NoObject是所謂的控制器喔 基本上就是看不到的一個物件 那你可以把它的Value直接貼進去喔 那我剛剛這個拷貝的是什麼 其實我忘記了 喔這個是FrontWindow 所以這邊呢先新增一個No 叫做FrontWindow NoObject 就是控制器算圖的時候不會出現的 因為播播看你就知道啦 你看播放看不到它嘛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NoObject呢 你可以先 就是 點選它之後 我們來試試看直接貼喔 Ctrl-V 貼上 就是剛剛的PASS PASS了以後呢 有一個指定叫做 Reveal Animate Property 我不知道這版是叫什麼 Reveal property with keyframe OK反正就是都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 Position, Scale, Rotation 都已經有這個關鍵格在裡面了 所以你看每一個都是一個keyframe OK所以這個NoObject呢 必須先切到 這個LayerName的模式 Rename 它是FrontWindow OK所以一樣的動作 到AfterEffects 而不對 Mocha 選Window1 再ExportTrackingData 再Copy 記得喔 最下面這個選項 Copy 再回到 AfterEffects 再開一個新的 NoObject 再Ctrl-V 貼的時候注意喔 這個CTI 一定要在最前面 不然它keyframe會貼到後面去喔 OK 那這個的話就很明顯的是 Window1 OK 再回到 Mocha 再選下一個Tracker Tracker Export TrackingData Copy OK 這邊呢 在CTI最前面 Ctrl-V貼上 Rename Window2 快速鍵U 你可以看到 目前就 三個Tracker 應該是點上去的 我們撥撥看就知道了 空白鍵按一下 這根本看不到 用拖拉的 拖拉的 OK OK 好 所以做到這裡 來 大家試一下吧 那你可能會問 我們要做這些事幹嘛 我們大家就是要 在Photoshop裡面 幫忙 可以 給你 那你 掉 吃 快 東西 要 走 快 快 就